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丽姐 在研究世界神话的过程中 玛丽姐总会一直处在震惊的状态里 因为很多神话研究到最后 你会发现他们很可能不是神话 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土地上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 它就像忽然冒出一般 从大地破壳而出 只从天际 然后就在某个时刻 它忽然背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极短 而它就是魔鬼塔 西元1875年 美国陆军上校理查道琪率队经过这里时 赫然发现魔鬼塔 但起初它的名字不是叫魔鬼塔 事实上当地的原住民都称它为雄屋 根据印第安人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 曾经有七名女孩外出游玩 却在游玩的过程中被巨熊追逐 当时女孩们立刻爬到了一块小岩石上 并祈祷上帝能够拯救他们 说也奇怪 就在祈祷之后 大地忽然剧烈震动 紧接着周围的岩石 开始快速隆起 并不断升高 过程中巨熊也曾经想要爬上来 可是由于岩石升高的速度太快 因此直到最后巨熊都没能成功 但还是在岩石周围留下了深深的刮痕 而当魔鬼塔达到天空以后 七位女孩离开了地球 变成了卯素星团的七颗明星 西元1906年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试图引用古迹保存法案 正式将制作1558公尺高的魔鬼塔 划入全美国第一座国家竞艳园区 而从那以后 很多人都想知道魔鬼塔到底是什么 然而直到21世纪的今天 我们仍是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 魔鬼塔的组成成分 是火山活动形成的玄武岩 但附近却没有火山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 魔鬼塔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会不会真的是上帝的杰作呢 又或者它根本是一颗远古巨树 巧的是 看学家无法解释的东西 世界各地似乎早就已经有了 关于魔鬼塔的答案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又到了玛琳姐的真材时间 为了要提供更好影片 玛琳姐频道将会持续扩大团队 积极寻找、编辑、企划、剪辑师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接触新鲜事物 爱看神秘故事的好奇宝宝 不限任何科系 玛琳姐都欢迎你哦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上古通天树 时间回到了西元1986年8月 一群考古学家在历经数月的挖掘后 终于在四川三星堆的遗址 挖出了大量青铜树碎片 然后当考古学家重组碎片以后 竟然看到了一座将近四公尺高的青铜神树 一开始研究人员认为 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扶桑树 传说在很久以前 这个世界上有十颗太阳 在山海经海外东经里就有描述 下有汤谷 汤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遇 在黑池北居水中 有大木 九日居下之 一日居上之 意思是 在汤谷之上 有一棵扶桑树 这里是十颗太阳沐浴的地方 它就位在黑池国的北面 在大湖当中 有一棵巨大的树木 九颗太阳居住在树的下枝 一日居住在树的上枝 他们是上帝的儿子 每天都会有一只象征太阳的神鸟飞出来 照亮大地 当它回来以后 下一只神鸟才会从树上起飞 怎料有一天十只神鸟竟然调皮的一起出洞 当它们飞出照耀大地的那刻 地面瞬间因为十颗太阳的高温燃起大火 不但将地面的农作物全部烧毁之外 就连山川溪水也全部烧干 百姓及动物不断痛苦的哀嚎 直至生命终结 当天地得知儿子们闯下大祸后 他非常生气 于是找来了后裔赠予弓箭 命他去吓下犯错的儿子 临走之前 天地还叮咛后裔 你只能吓他们 千万别伤了他们 但是当后裔来到房间 看到世人的惨况后 竟然瞬间无法控制怒火 他连射了九箭 九箭全部命中太阳 直到最后一颗太阳时 后裔的老婆嫦娥忽然出现 及时劝阻后裔 若是他连最后一个太阳也都射下 那么以后谁来照亮大地呢 后裔听完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作罢 可想而知 当天地知道后裔竟然杀了他九个孩子时 天地非常生气 于是他将后裔及嫦娥租出了天庭 也就是说若是青铜神树 真的是扶桑树 那么他描述的状态就是后裔设日之前的事 此时树上的神鸟应该有十只 但现场的神鸟却只有九只 于是研究人员立刻回去遗址寻找 看看有没有落下一只神鸟 可是无论怎么寻找都找不到第十只 还是说这个青铜神树根本不是扶桑树呢 想到这里研究人员开始翻阅了古籍 然后他们真的在山海经海内经中 发现了另一棵奇树贱木 他就位在都广 根据明代学者杨胜说法 古代的都广就是成都 而青铜神树就是出土于四川的三星堆遗址 于是就在有了这条线索之后 研究人员注意到青铜神树上的树枝竟然有九只 此时一段古老的记忆忽然被唤醒 难不成青铜神树是天梯贱木吗 传说在传续地之前天和地的距离非常近 当时众生可以借由贱木来到凡间 而凡间的人也可以通过贱木抵达天庭 在那里不但可以见到各式神通广大的天神 甚至还可以获得长生不老的方法 也许这样的言论在我们现在来看会非常荒唐 但当年第一个统一天下的青世皇 却是对此深信不疑 在另一部古书中甚至直接说破了天庭未知 过去我们一直想知道 神居住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殊不知在一本一千八百年前的古书 《淮男子地群训》中 不但记载了天庭未知 甚至还巨细迷移的描述 登上天庭的过程 在昆仑山的附近 有一座名为凉峰山的神山 登上就能长生不老 往上还有一座玄脯山 登上就能获得神力呼风唤雨 继续往上就是天庭未知 一旦登上就能成为神 因为那里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根据传说 就在后裔设下九颗太阳后 悲痛欲绝的天地 将后裔夫妇租出天庭 使得夫妻俩失去了永生的能力 这让后裔很是苦恼 于是他莫名前往昆仑山 想要寻找长生不老药 当他登上山后 赫然见到了西王母 原来昆仑山的长生不老药 一直是西王母掌管的 当后裔说明来意之后 西王母赐予他了两颗仙丹 后裔将仙丹带回 想要与嫦娥共同服用 不幸的是 后来消息不慎走漏 被一个名叫冯蒙的人得知 他趁后裔外出时 进屋逼迫嫦娥交出仙药 嫦娥不从 情急之下 一口气吞下了两颗仙药 正常人只一颗仙药 仅能长生不老 而一次吞下两颗仙药的嫦娥 已是因为药效过猛 使得身体逐渐变轻 一路飘到了月亮 从此夫妻俩天人永隔 也许正是因为这则传说 所以在古代很多人都相信 昏仑山又长生不老药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古代的传说中 往来天庭不一定得爬昏仑山 在当时还有一个名叫 贱木的天梯 可以连接天地 他就位在都广 众神会从那里上下天庭 当正午来时 贱木不会有影子 对着他呼喊 也不会有回音 这是因为他位在天地的中间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 甚至还巨细迷 描述过贱木的样子 有木青叶紫金 玄华黄石 名曰贱木 百刃无枝 有九竹 下游九沟 其时如麻 其夜如芒 大号圆过皇帝所为 意思是在古代有一种奇数 他有青色的叶子 紫色的金干 黑色的花朵 黄色的果实 他就是贱木 他很高 但他几乎没有树枝 唯独在顶端处 有九枝弯曲树枝 旗下还有九条树根 他结的果实就像麻一样 叶子则与芒叶相似 他是由三皇五帝之手的皇帝所种 据说当时皇帝就是由贱木 去到神界与神沟通 因此得知了很多宝贵之事 例如如何生活煮饭 如何制作衣服 欲含护体 他甚至在数千年前 大家还在过原始生活时 就直接拥有一个现成的专业团队 西河负责观测太阳 长西负责观测月亮 渔驱观测行星 历首发明算术 昌劫负责造字 贡古获敌负责造舟 而皇帝则是领导团队 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于是就在人间充满各式神奇后 世间开始出现了混乱 一些谈吐神仙能力的人 也会登上剑墓 于是为了要恢复天地秩序 当皇帝的下一任继位者 川须帝上任后 他立刻派了两位天神将剑墓斩断 难不成魔龟塔就是被斩断的通天剑墓吗 还是说剑墓其实是古代太空电梯呢 由于古人不懂 因此将巨大的太空电梯 砍成是一棵巨树 并认为只要登上就能通天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刚刚提到的皇帝团队 也许就是帮他制作太空电梯的人 毕竟在他的团队里面 不但有天文学家 甚至就连航太技术人员统统都有 而当专须帝继位之后 他为了要垄断通天技术 于是才会派人斩断了剑墓 重点是除了皇帝与专须帝以外 还有一位大家都认识的人 他也曾经见证过剑墓的存在 据说在很久以前 曾经存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度 华须国 由于华须国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 因此在那里百姓无忧无虑的生活 有一天一位华须国的妙邻女子 外出游玩 过程中他不小心误采了巨人脚印 因此怀孕生下了福西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远古时代经常会出现女子 忽然怀孕的情况呢 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老子 她的妈妈也是在看到一片流星后忽然怀孕 甚至就连圣母玛利亚也是 这些在以前来看几乎都是奇迹 但我们现在都知道 人类是可以通过科技繁殖后代 难不成当年这些伟人的妈妈 也是经由这类的人工生殖技术而怀孕的吗 相传福西是女娲的老公 她创立了八卦 教导人民制作渔王捕鱼 发明琴色等的乐器 是三皇之首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贡献 但根据传说 其实福西一开始并不是做伟人的料 由于华须国的日子太过安逸 因此闲来无事的福西 发明了一把拥有50根闲的色 有天当他演奏乐器时 天上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紧接着下起了巨大的雷雨 当时福西心想 这么轰动的雷声 是他的父亲雷声所为 而现在他的父亲就在天上 这让福西非常的想要登天 于是他离开了华须国 踏上了寻找贱墓的旅程 这是福西第一次离开华须国 因此他特别兴奋 但没有多久他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奇怪 离华须国越远 风景越是荒凉 福西甚至一度认为自己走错路了 于是他问了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妇人 请问你知道通往天庭的剑墓在哪里吗 但没等福西问完话 老妇人忽然开口尖叫 原来在不远处有一只野牛出现 现场的人随手抓了木棒就往野牛身上一阵乱打 没有意会野牛一命呜呼 在场中人随即开始分食野牛肉 当时看到这场景的福西非常震撼 他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竟然如此野蛮 于是他转过了身继续寻找剑墓 然后不就他来到了一条河边 此时有一个人正在河里徒手抓鱼 于是福西走上前去问 请问你知道通往天庭的剑墓在哪里吗 但就在福西问完话的那刻 忽然有一条大雨游了过去 此前那人毫不迟疑直接扑了上去 却因为没有站稳脚步 最终被河水冲走 当时福西非常难过 因为他生活的滑须果 没有人会因为吃而烦恼 于是福西带着忧伤的心情继续往前走 然后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 他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 于是他开口询问 请问你知道通往天庭的剑墓在哪里吗 女子回你为何不留在地上 而想要去天庭呢 因为天庭是一个更加美丽的地方 而且我的父亲雷神也在那里 我想要去找他 好吧既然如此 我就直接告诉你剑墓位置 但你切记在登上剑墓时 千万不能回头往下看 说完 福西开心的朝着女子 手指的方向前进 临走前为了要感谢女子指路 福西还将她自己做的色送给了她 然后就开心的寻找剑墓 果然女子没有骗人 不到意会功夫 福西就在一片森林中找到了剑墓 于是她拼命的朝上攀爬 过程中福西还发现 剑墓身上长了很多的苔藓 少不留声 很有可能就会摔下去 于是她开始放缓速度 小心攀爬 然后就在福西专心攀爬树时 地上忽然传来了琴音 原来是刚刚的女子正在演奏福西送给她的色 而且不知为何琴音听起来非常忧伤 使得福西想起了一路上她看到的世界 那里有很多人三餐不济 过着野蛮又危险的生活 想到这里福西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 然后就在她闪身的那一刹那 忽然她失去了重心摔了下去 幸好福西最后坠入了林子 厚厚的树梢为她缓冲不少 不然她肯定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福西非常生气 她认为肯定是那名妖女 故意弹奏乐器让她分心 于是她立刻冲回去寻找女子 却怎么也没有找到 只看到了她赠予女子的色 此时愤怒的福西将色高高举起 用力摔下 使得色裂成了两半 从原本的武师弦变成了二十五根弦 但女子依旧不见踪影 而就在福西不知所措时 她注意到前方的湖面 忽然变得波涛汹涌 不意会一只像龙又像马的神兽 从湖中浮起对福西说道 我知道你正在找刚刚弹奏乐器的女子 她是女神宿女 她已经离开但她要我转告你 让你摔下来的不是情音 而是你对世人的同情 他们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没日没夜像野兽般的过活 你怎么能忍心放任众人继续吃苦 自己到天体享福呢 福西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开化世人 于是从那一天起 她开始向世人传递知识 教导他们如何狩猎 由于当时龙马现身的时候 身上的斑纹很是特别 于是福西还因此发明了八卦 教导世人大自然的基本知识和规律 然后就在福西的努力下 人类脱离了蛮荒时代 而这一切全都在福西登上键幕之后 看来键幕不只是世界的中心 甚至是文明的发源之地 之前我们曾经提过 唯物主义者认为大洪水只是传说 但近几年有些科学家 已经开始逐渐改变认知 甚至还公开表示 他们相信大洪水曾经发生过 那么会不会有天 我们也会发现 键幕也是真的存在过呢 因为除了东方传说 不断描述键幕的存在以外 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 有关巨树的传说故事 例如北欧神话的世界之树 在古代北欧人相信 这个世界是由一棵世界之树 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是宇宙之树 所串联起来的 它连接了九个不同的世界 首先居住在树梢的 是阿斯加特 这里是北欧神话中 神族居住的世界 雷神索尔及他的父亲 战争之神奥丁 就是居住在这里 有看电影雷神索尔的朋友 就会知道 在阿斯加特 有一座彩虹桥 可以直达人类居住的中土 在阿斯加特 与中土之间的是 亚尔福海姆 这里居住的是光之精灵 在中土旁边 还有巨人之国 约顿海姆 火之国 穆斯贝尔海姆 神族之国 华纳海姆 以及冰雪之国 尼弗尔海姆 再往下是黑暗精灵居住的 尼德威阿尔 传说世界之术 可以不断供给能量 支持九个世界的运作 直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刻 也就是诸神黄昏到来时 世界之术顶端的攻击 古灵肯比 会不断长鸣警告 预示着末日即将到来 最近九个世界 会陷入一片混乱 即使是诸神也不能幸免 然而尽管恐怖的末日 注定会发生 但世界却不会因此灭亡 在一系列的灾难之后 北欧神话相信 世界最终会迎来重生 大家不觉得 北欧的世界之术 与佛教的宇宙图很像吗 除了它们都有关于 世界末日 与世界重启的描述之外 在上集影片中 我们也有聊到佛教认为 世界可以区分为三界 分别是 欲界、色界、无色界 巧的是 刚刚提到的北欧世界之术 也可以分为三界 分别是树梢的天堂神界 树干的中世界 以及树根的明界 而且北欧人相信 世界术位于宇宙的中心 而佛教的宇宙观也认为 须弥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甚至就连刚刚提到的芥木等 古人也认为它就在宇宙中心 更离谱的是 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 马尼姐团队还发现 就连十万八千里远 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 也认为世界的中心 有一个名为 雅克切的世界之术 这个概念甚至还可以追溯到 西元前3114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让远古人不约而同的认为 宇宙的中心有一棵像是树的中心点 一旦找到这棵树就可以直通天际 这点非常不可思议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一定是树 为什么不是太阳 为什么不是核 而是树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连接神界的树真的存在呢 令我兴奋不已的是 当我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查阅资料时 还真的找到了答案 原来宇宙树真的存在 《山海经大荒西经》里 记录了一段非常神奇的地方 有寿麻之国 南越去周三女 名曰女前 女前生季格 季格生寿麻 寿麻正立无几 几乎无响 原有大树不可遗忘 意思是 有一个名叫寿麻国的地方 这个国家非常炎热 一般人无法居住 不只是气候异常 这里的人在大白天没有影子 即使大声呼叫也没有回音 这不就是淮南子地形训里面 提到的贱墓所在位置吗 难不成贱墓就在寿麻国 对比一下 两个地方都没有影子 大声说话也没有回音 确认无误 这两个真的是同个地方 但放眼天下 哪里会有太阳却没有影子呢 答案是赤道附近 根据山海经的文化巡中 艺书作者的说法 他认为寿麻国就是位在赤道附近的国家 由于太阳角度的问题 因此居住在这里的人 影子会特别短 甚至可能会感觉自己没有影子 就像大家中午外出一样 当太阳在头顶正上方的时候 影子几乎是看不太到的 巧的是 但是自作死藤水的原料 就生长在赤道附近 使得此书的作者怀疑 寿麻很有可能是一种植物 古人也许就是因为 服用了含有致幻剂的植物后 才会看到身旁的巨树 无限增长 直通天际 当他们顺着爬上去时 甚至还可以看到神仙 但服用了死藤水后 看到的世界真的是幻觉吗 在亚马逊森林的这集影片中 玛丽姐曾经介绍 西元1990年 一位毕业于史丹佛大学的生物学家 瑞克·斯特·拉斯曼 曾经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进行了一项二甲基色胺 对人体的影响实验 二甲基色胺可以简称为DMT 也就是俗称的致幻剂 一旦服用就会使人看到幻象 因此很多国家都将它 列为了毒品 在实验之前 瑞克认为 不同人的幻象 应该是不一样的 但令他惊讶的是 后来实验对象 竟然出现了三大规律 如突破时空限制 冰死体验 甚至是与外星人意识连上 由于规律不断出现 以至于实验最终 瑞克认为 DMT很有可能是一把 能开启集体潜意识的开关 以至于古人吸食以后 看到了相同的宇宙中心 甚至是看到了神的世界 还记得这张很常出现在我们频道的阿努纳奇图吗 大家注意看 在这张图上也有世界之数 根据苏美神话 此数也是在世界的中心 而苏美的英文就叫做Sumer 须弥山为Sumiru 这些音都与兽马相似 原来故人都在描述同一个地方 而唯一的问题是 这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呢 如果真的存在 它会在哪里呢 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之所以会被人遗忘 是不是有人刻意在隐瞒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